陈太尉带着张干半李玉侯上梁山去昭安 碰到了吕方郭胜萧让裴轩这四个人在路上迎接 可是这个李玉侯一看宋江没有下山呢 李玉侯他火了 当众说出来宋江没下山迎接 这山我不上了 他一说这句话 当时吕方跟郭胜这两个年轻人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是好 可是这位陈太尉呢心中暗想 这个话不应该你说呀 去不去梁山的话得是我说 因为我是奉旨的钦差 现在我带这么一个张干半那么一个李玉侯 这两位一个是蔡经府里的一个是高球府里的 按说我要不是惧怕蔡经和高球这两个人 光你们俩呀 我早把你们俩给打发回去了 可是现在他不敢得罪 陈太尉瞧了瞧这李玉侯 玉侯 那么咱们不上梁山怎么办 那怎么办再回去 回去那我没见着他们 我怎么扶植呢 回去您就跟皇上说呀 梁山这帮贼寇 他们无心被招安 皇上的诏书就在后边那马上拖着呢 这是皇帝的玉侯丹招 这诏书到这他送江湖下的迎接 这就是清曼圣上 这有曼君之罪 这个孔子旁边那写面孔墓 裴轩走过来 裴轩那当过孔墓 知道的也多 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裴轩走过来抱万共手 这位大人 请问您尊姓大名 我呀 请你 官居玉侯之之 哦 李玉侯 久仰久仰 玉侯 今天呢 我跟您说清楚这件事情 按说梁山上我大哥宋江 听到朝廷降旨 要到此招安 告诉我们梁山上众位弟兄 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 可以说是众弟兄 昏腾雀跃 我大哥也说了 朝廷降旨 如同圣驾到此 我们一定要隆重迎接 所以今天 我们对迎接您 可是按了四层礼 四层礼 怎么个四层礼 看见没有 我们在水坡边上 迎出十里之遥 这是第一层礼 有我和圣首书生肖娜 再加上吕方郭胜 他们两个人 我们是跟您先照一个面 充其量 我们只不过是个引路的降导 领着您几位 再往前走 就到了水坡边上了 上梁山 是不能直接上去的 您得坐船 那水坡边上 给您准备了三条大战船 按照您的人数准备的 待一会儿到在水坡边上 您众位请上船去 那里还有一伯人 在迎候您的大驾 那是二层礼 当渡过了水坡 倒在梁山的岸边 那金沙滩上 我大哥宋江带领着 我们忠义堂上 一百零八位首领 都在那等候着跪街 那是三层礼 我们要敲锣打鼓 鸣鞭放炮 把您迎接到梁山之上 忠义堂落座 然后在跪街圣上的诏书 那是四层礼 最后还有设宴款待 所以我们梁山上 这四层礼 可以说从开山建战以来 是从未有过 今天是破天荒 这天面恐慕培学会说 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 陈宗善太尉 看了看张干半又瞧了瞧李玉侯 那意思说 您看怎么样 张干半在旁边说了 哈哈 你们还有四层礼 你们这个梁山寨 还懂得礼仪吗 那当然了 我们的梁山上 怎么就不懂得礼仪呢 我跟你们说 你们梁山上这伙的人 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伙 乌合之众 以俱之群 没读过孔孟之书 也不知周公之礼的人 你们还讲什么礼仪呢 这个张干半啊 纯粹这就是挑衅的语言 他一说这个话 铁面恐慕培轩 把脸忘记已沉 这位 您 我姓张 我是太师府里的干半 哦 张干半 那位是李玉侯 哦 张干半 你怎么说 我们梁山上的人 没读过孔孟之书 不知道周公之礼呢 实不相瞒 跟您讲 我姓裴叫裴轩 人家给我送一个外号 叫铁面恐慕 我原来就是在衙门里边 做文官的 我曾经中过秀才 我还中过举人 最后 把我逼得上了两山 这位 说到这裴轩 往旁边用手一指的肖让 他叫肖让 人送外号 圣守书生 这个人 文采更为初衷 您说孔孟之书 肖让 对论语 孟泽 大学 中庸 这些孔孟的书籍 他可以倒背如流 不信您可以当面考试 裴轩 你说这句话 这可不是假的 因为他跟肖让两个人 在一起接触的时候 他发现肖让这个人过目成颂 聪明过人 肖让闲着没事 跟裴轩两人 喝着酒 高兴了 肖让说出来了 说我能把这孔孟之书全都背下来 裴轩呢 还真跟他叫过板 说你背一个 我听听 拿着那书 肖让从头背到尾 把裴轩都给背俘了 所以今天裴轩把这个话递出来了 说这圣首书生肖让 能把这孔孟的书籍倒背如流 张干般一听 我嘴一撇 什么 你能把孔孟的书籍倒背如流 肖让在旁边 刚才听他们说话就一肚子气 肖让把这话就接过来 是啊 我能够倒背如流 说到这里 肖让就把头钱几句话 先背了一下 背完了之后 问这张干般 您能背得下来吗 张干般一听 心想这我还真背不下来 我背下来的那玩意儿不是这个 竟是什么小宝夫枯坟那样的词 这词我哪背得下来 张干般说 这个 我背不下来 但是我问您 你既然能把孔孟之书都能背下来 那么为什么你还上梁山 当了强盗了呢 张干般把这话一说出来 肖让一乐 这个事啊 就像您背不下孔孟之书来 在朝廷里边也照样做官是一个道理 肖让这句话说出来之后 张干般这脑子里边转了半天圈 没翻灯明白 陈太伟心想 得了 你别在这跟人家穷摸牙了 梁山上有能人 陈太伟说 哎呀 不必多说了 我们往前赶路吧 好好好 往前赶路 于是大家一起往前赶路 往前走着走着 走不多远 前面到了水泼的岸边 这岸边上摆着三支大战船 阮小二 阮小七 浪里白条张顺 带领着二百名楼楼兵 大道两旁边站立 正在这迎接 三位首领 在大道当中抱万功手 在这等候着 陈太伟的马提来到跟前 他甩荡立安下脑坐骑 往前走了两步 张干半礼玉侯 在两侧陪同 这个功夫 裴轩就先给指引一下 三位 这就是奉旨钦差大人 陈太伟 这功夫 阮小二 阮小七和浪里白条张顺 弟兄三个 走一步 单膝点地 这叫十大礼 迎接太伟来迟 有时远 迎是多多的担待 哪里哪里 几位英雄快快请起 天面恐怖裴轩 就给指引一下 裴轩说 我来给你们指引一番 这一位叫浪里白条张顺 这一位他叫立地太岁 阮小二 这一位呢 叫火炎罗 阮小七 张干半一听 哎哟 我说你们这梁山上的人 都有外号啊 裴轩说是啊 我们梁山上的弟兄 各都有一个戳号 啊 你们这三个这个外号挺厉害 你这个浪里白条是什么意思啊 在水浪里边 你就像鱼一样啊 一个白条啊 张顺啊 看着这几个人气不打一出来 张顺心想要不是大哥的意思 我才不接你们呢 张顺点了点头 没工夫跟他多说话 张顺说啊 是是是 我就像鱼一样 我水性好 哦 你这立地太岁 阮小二 阮小二说对呀 我就是太岁 我在这一战 我就是个太岁 太岁 啊 这小子对这个太岁 还不太明白 这火炎罗他明白 看了看阮小七 你叫火炎罗 阮小七说 我叫火炎罗 你就是活着的炎为爷 阮小七说 我这就是起一个外号 您看 我不过就是一个山野村夫 我哪能成炎为爷呀 没上梁山的时候 我就在这梁山坡旁边石阶村打鱼为生 我这个渔民活都活不起 我还当什么炎为爷呀 上山以后才起了这么个外号 你这个外号可不太好听 你叫火炎为爷 那么我一见着你 我就碰了炎为爷了 那您说我叫什么呢 我改个外号 我叫桑门神 我一见 我碰你桑门神了 还不如炎为爷呢 哎呀 真是真是的 哎 您哪 不要计较这个 倒在梁山之上 您不是奉旨来招安吗 您要见到我们众位弟兄 一个人一个外号 那外号多了呢 您不要以外号来度量我们每一个人 嗯 好吧 那我们怎么上船呢 阮小七说这样 您看没有 这有三只大战船 您这些人呢 分称这三只船 我这只船最大 那两只稍小一点 那么最大的这张船呢 就请太尉 还有干半玉侯 你们上这个船上去 你们的马匹也可以上这只船 同时 我看您后边还有挑的玉酒 把这玉酒呢 也运到我这只船上 愚者那两只船呢 就把您随从人员一分为二 连人在马匹 分称那两只大船 您一下入口 陈台伟点了点头 好吧 就听你的安排 来呀 马上上船 说话间这些人分称三只大船 全都上了船了 那么陈台卫和张干半礼玉侯 这三个人就上阮小七这只大船 后边有十坛玉酒啊 这十坛玉酒 那可是上边都贴着黄蜂的 这叫黄蜂玉酒 这是最好的酒 二十年的陈酿 这酒一般的人是喝不着的 今天皇帝 将旨招安 特意给带了点礼品 这算黄山的一点意思 这十坛玉酒 这十坛玉酒也都抬到阮小七这个船上来 阮小七一看这玉酒 那果然跟一般的酒不一样 那装修也不一样 这坛玉酒 这坛玉酒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封着口 有红丑子罩着 上边贴着黄纸 御风 盖着红丑 哎呀 阮小七心想 这样的酒也不知道什么味儿啊 这酒也抬到船上去 他们都上了船之后 阮小七跟浪的白条张顺和阮小二打了个招呼 咱们走吧 走 于是彻轿起毛 支州离岸 摇船荡奖 这船顺着水破奔 梁山行去 阮小七这个船最大 这个船上面有几十名水手 分两边 在那摇鲁荡奖 这船往前行走 这个船呢 前后是四段舱 一段舱 二段舱 三段舱 四段舱 这四段舱都有隔板挡着 陈泰卫呢 就在二段舱上 二段舱 这舱里边给摆上了椅子 陈泰卫在当中间坐着 右边是张干半 左边是李玉侯 身后边站着几个随从 前边给摆了一个小桌 桌上边摆了些干鲜果品 应该说这阮小七准备的还很周到 那么阮小七 他不是不同意招安吗 为什么还准备得这么周到呢 这个阮小七呀 是不同意招安 但是他对宋江的命令 他得听啊 阮小七可这次来 他有自己的一个打算 他想了个主意 什么主意待一会儿 您就知道 这个船往前走着 走到水泊当中 往远处一望 天连水水连天 天水一见 芦苇葱葱一片一片 这位陈泰卫坐在这船舱 往周围那么一看 陈泰卫一直的点着点头啊 他心中暗想 吴怪虎这个梁山上的这伙人 不好脚平 他们站着一个有力的地形 四面是水 到处都是芦苇 官军要想争搅梁山上的 这伙强盗 贪何容易 陈泰卫正在这发感慨 阮小七呢 他就在那个船帮这坐着 他们这个手 顺着腿往下一伸 做了个动作 什么动作 这是阮小七 望着来接陈泰卫之前 早已经魔化好了的事情 咱说了 他这个船舱啊 分四档 前舱 二舱 三舱 四舱 这个一舱 跟二舱之间 有一个隔板 是隔得非常严的 阮小七没出发之前 就把这隔板上 他钻了一个眼儿 钻了个眼儿 找一木匠 用一木筛子给塞上了 塞上之后 他把前舱里边 灌的全是水 灌满了 上边这个船板 那么一盖 别人不知道 阮小七知道 阮小七坐在这 一看船到了 这个梁山坡的中间 他拿手 绑了一下子 他把这个木筛子 给扒下来 木筛子这一扒下来 前舱那个水 就往这二舱里边灌了 箩箩箩箩箩子 眼超 这水就进来 阮小七 往这船方上一蹦 往这船板上一站 故意的低头往前一看 哎呦 坏了 这船漏了 哎呦 太位 太位 这怎么办呢 这船漏了 陈太位正在这发感叹 低头一瞧 哎呦 这怎么那水滑滑的往这就流啊 这陈太位下次就站起来了 这一站起来一会儿的工作 这鞋底子就湿了 紧跟着好墨脚脖了 这刨斧底筋也湿了 尤其是这张干半跟李玉侯 这两个小子最害怕 为什么这俩小子是汗牙子 不会水 掉水里边就得张口住 灌满了钻 这张干半跟李玉侯在这一看 哎呦 我说这怎么办呢 我说你这什么船呢 怎么找个漏船接我们呢 小青说这也是始料不及的 这这这 哎呦 抬头一瞧 有远处来的两只船 这两只船可不是大战船 中等的战船 这两只战船 说实在是阮小七事先安排好了的 让那两只战船到时候往这迎接 恰巧这两只船就来了 这两只船往这一来 阮小七冲着两只船一招手 快点过来 快点过来 一说快过来 那两只船就过来 这时候阮小二和浪里白条张顺那两只船 和这只船距离比较远 他们在船上不知道这个船发生什么事情 往这边打招呼 阮小七站在船板上出这么白手 那意思 你们走你们的 那两只船往前走 阮小七把这新来的两只中兴战船 叫得跟他这个船靠在一起了 阮小七就跟这船来说 快点 我们这个船要漏 我得堵一堵 快点请太尉 还有干半跟御侯 上你们的船去 来分乘分乘分乘 说了一声 分乘这位陈太尉和张干半 李御侯就上了一只船 他们的马匹也牵上去 跟随人党上去两三个 另外那些人就上到另一只船上 都上了那两只船之后 阮小七冲着那两只船就说 哎 我告诉你们啊 加快速度 快点往梁山上去 宋德哥在金沙餐那 正准备迎接圣旨呢 越快越好 那两只船上的人一听 好嘞 阮七爷 您放心 就看那两只船 就像舰一样 摇鲁荡奖 离开这只大船 这大船上面 官军没有了 都是梁山上的弟兄 加上阮小七 再就是食谈欲酒 都在船上放着 阮小七一看 吩咐这些个梁山的喽喽 弟兄们 把舱里边的水给我逃出去 这喽喽兵都知道 心想这是个假的 不是船漏了 是前舱的水给放到这二舱来了 大家伙 有拿碗子 有拿瓢子 稀里哗啦 全都给咬出去 拿麻布 把这船都给擦干净了 哎呀 阮小七说 小子们 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我想了 皇上给了食谈欲酒 我看这个欲酒啊 每坛也就是二十斤 食谈欲酒 二百斤 这二百斤欲酒 要拿到咱们中义堂上 喝这个欲酒的人 只能说是一百零八个头目 小子们 你们这些个水军 想喝这碗 你们轮不着 谈不上 阮亲也想着你们 我想这么一个招 先把他们起走了 让他们传先行一步 咱们在这 尝一谈欲酒 你们愿意不愿意 这帮欲罗兵一听 哎呦 七爷 真有您啊 你想着我们这些弟兄们 哎呦 七爷 这欲酒要是大黑 那能行吗 小子们 我告诉你们 起这个欲酒的时候 一定把这黄蜂不能起破 弄完之后 哎 咱再把这原封沾上 为这个事我都想好了 我把打好的酱子 都带到船上来 嘿 七爷 真有您的 好 来来来来 轻轻地慢慢地 好 有几个楼楼兵就过来了 把这个欲酒 这个风调 慢慢一点一点 有的一看不行 拍点水 拍点水 可别起破了 这黄蜂 给打开了 红绸子 解开了 完了最后 把这个欲酒的风调打开之后 二十年的陈尿 香气不离 这些龙鹿兵一闻 好酒 好好好 阮小七说 我那仓里边带了几楼碗 你们把它拿出来 哎 好 这下楼兵把这碗拿出来 就摆到船板上 阮小七告诉他们 把这盘子搬起来 别到洒了啊 洒一点都心头 这不是主柜的东西 哎 好嘞 噸噸噸噸噸噸活 一碗 噸噸噸噸噸一碗 好 一人先一碗 阮小七把这碗端起来 ortun 一碗喝 喝 喝 欲酒有什么了不起 咱们就不许喝点了 对 阮七爷 今儿个我跟您上这拳 可算沾了光了 废话别提 快喝 好 咕咕咕咕咕咕咕 一人一碗下去了 底下还剩点 剩点 到了 好 又挨碗倒 都倒满的话 那就不够分了 每个碗只倒三分之一 倒完了之后 把这坛的碗里一撂 哎 万奇啊 咱再喝这个 文小七一看 这怎么就到这么点啊 哎 这一坛也就够分这些点 咱们这人多呀 您没看见吧 哎 再开一坛 啊 再开一坛 一共十坛 咱要再开一坛 那酒不够数了 到梁山上怎么交代 文小七说 我让你们开就开 只要把那个风口 这个御风 你给我开的 别破了 这就行 那好 我开那坛 开出经验来的 我再开这个 这旁边有这楼楼兵 把那个又开个 这一坛又倒上 倒完之后 喝 喝完之后 再倒 又轮了一圈 轮完一圈 这回轮完是半板 半板 轮小七说 再开一坛 啊 还开一坛 这一共十坛玉酒 咱喝三坛 这怎么办 轮小七说 我让你开 你就开 哎 好呢 这楼楼兵 把这个又开开了 三坛玉酒 全喝 喝完之后 大家估 舔嘴巴的舌的 我说轮七爷 这酒啊 哎呦 可以说 从我记事那天开始 我就没喝过这么好的酒 哎呀 这回在凉山上没白干呢 玉酒都喝着了 哎 轮小七说 你们说这酒好喝不好 好喝呀 乱七爷 那还用说吗 轮小七 我觉得也挺好喝的 要不咱再开一坛 哎呦 轮七爷 这可不行了 喝三坛了 你要再开一坛 咱就不好交代了 这么去吧 轮小七说 你们再开一坛啊 咱不全倒出来 一人喝最后一碗 乱七爷 那喝完了咱怎么办呢 我有办法 快点 开 好 这坛玉这楼楼兵 又开了一坛 一人倒了一碗 这还剩半坛的酒 这些人喝了三坛的半 轮小七 把这个酒喝完了 告诉罗罗兵 我告诉你 这不是三坛子 将那半坛子吗 你们再开两坛 还开两坛 把那两坛开开 可不准喝了 把那两坛酒 倒到这些个酒坛的里边 一个里边倒半下 我那个仓里边 还有村酿的土白酒 都给他们兑上 实在要不够满 再咬点凉水 这是一坛的 这就是一坛子 比较一坛了 的吗 都给大家看一坛子 再咬一坛子 再咬一坛子 再咬一坛子